国立公众大学一门新课程 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 国立公众大学一门新课程 生活中的金融科技服务 最主要的 要跟大家来说明的都是说 我们在生活上 我们有一些相关的金融的一个接触 也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都已经在使用 只是我们告诉你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这本课程的一个主要的特点 因为大家也知道 自从网信网路 我们讲到的一个智慧型手机开发了以后 整个金融的行业 因为这些科技的发达改变了很多 也包括我们今天所讲到的金融的一个杀核 也就是监理杀核 这些东西为什么 因为我们讲到金融机构也好 非金融机构也好 都可以从事这些相关的金融服务 也就是我们讲到的 我们国内的金融 针对我们的银行 针对我们保险公司 针对我们的证券公司的一个金融科技 一个结合的服务化 我们的金融科技服务已经科技化了 同时对非金融机构 如果要介入这个金融服务 它要如何来一个使用呢 在这个课门里头 都会跟大家介绍 在我们讲到的生活中 金融科技服务 这本课程的一个主要的重点 跟大家来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